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 这个Pipeline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创建多个了 对不对 那创建多个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Pipeline里面 把这多个管单都给开启起来 开启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怎么办呢 加点多写几个圈顿就好了 键呢代表是它的位置 值呢代表是冲击引擎的远近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有多个Pipeline呢 为什么需要有多个Pipeline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项目来看一下 在当前这个录录下什么都没有 我们scrub it start project 然后就叫mySpider 然后cd到mySpider下面去 然后scrub it 进spider 然后我们叫idcast idcast.cf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创建了一个Pipeline 对不对 在这个Pipeline创建错了对吧 spid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再接着创建Pipeline 我们可以创建多个Pipeline在哪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又创建一个idcast的1 又创建一个idcast的2 这些Pipeline在哪个地方呢 这些后面创建的Pipeline在哪个地方呀 能够想象出来吗 是不是在我们spider下面呀 我们spider的文件夹还有文件夹吗 它是不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下面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跑路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Pipeline文件 对不对 比如说只有一个spider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idcast的时候 下面只有一个idcast的Pipeline 那当刚刚呢我们建的三个跑路 对不对 这个spider下面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三个Pipeline呀 这每一个Pipeline文件在spider下面代表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代表一个爬虫呀 你明白吧 在地方都代表是一个爬虫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一个项目 对于有多个爬虫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邮同学可能会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一直写的这样一个爬虫 一个项目对吧 一个项目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好像他之前只写了一个爬虫 没有写一个爬虫项目对吧 那其实呢一个爬虫项目和一个爬虫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爬虫项目是包含多个爬虫的 就是我们老板呢他让我们去爬一个网 做一个事情 或者爬一些数据 他不会只让我们爬一个网站 他肯定会让我们爬很多个网站 所以一个爬虫项目呢 他和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之前代码就写了一个网站的爬虫 那可能一个项目呢包含多个网站 所以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自己在写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 不要在项目上写 我这个项目呢 就爬了一个什么网易云音乐对吧 就爬了一个京东 这一个网站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也是不切实际的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一个项目下面会爬多个网站 那比如说在scrapping里面 如果说我们要爬多个网站的情况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写 每一个爬虫 爬一个网站 比如说这个爬京东 这个爬埃里卡斯的 这个爬电网站对不对 然后最后到了数据呢 是不是会都到pipeline这个地方来了呀 那都到pipeline这个地方来 由于它爬的网站数据不一样 可能我们要对这些数据呢 做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有多个pipeline 来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处理 那当然了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一个pipeline里面处理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一个pipeline里面 来处理这三个partum的item 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就是 你是不是得写判断的呀 比如说if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然后呢做这个事情对吧 那么lif什么什么的时候 然后呢做第二个事情对不对 然后呢在else的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是做第三个事情对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写呀 如果就第一个什么 当前这个item来自于idcast 去做 关于idcast里面item的处理 否则如果说这个item来自于idcast1 那么就在下面写 idcast1里面item的处理方式 否则的话就是idcast2里面item的处理方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呀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在这里进行判断呢 我们跟你拿什么来进行判断呢 这三个数据都会经过这个item的 不是都会到这个processitem的地方来 通过item的传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判断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跑到京东亚马逊 还当当 三个网站 这三个网站上的数据 都会到这个processitem 我们怎么在这里判断 当前这个item到底是来自于京东 还来自亚马逊 还来自当当当呢 是不是加不自断就好了呀 那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提取数据 对不对 提取数据可能放一个item里面去 这个item呢 我们可以添一个键 叫come from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键 因为我们爬的数据呢 来源于很多网站 我们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区分一下 比如说我们爬京东爬了多少数据 爬亚马逊爬了多少数据 爬亚马逊爬了多少数据 我们想要做这个区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能处理出来 除非我们在保存这些数据的时候 或者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加一个这样的键 比如当前的数据来自于itcast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对不对 那后续在pand里面 我们是否可以这种判断呢 if这个item的come from come from 等于什么呢 等于itcast的时候 然后呢 做后面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明白吗 等于它的时候呢 做后面的事情 否则的话呢 做后面的事情 再否则的话 做后面的事情 这是我们在一个pandline 来做这个事情的 对吧 那当然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定义多个pandline 来做这个事情 那定义多个pandline呢 也是一样 肯定在每个processitem里面呢 我们都在进行判断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写一个 对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另外一个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呀 所以每个pandline呢 代表的是干什么呢 处理不同的 这样一个爬虫的数据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这是一种思路 那可能呢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什么呢 我们所有数据呢 可能大体上 我们看的差不多 那么这些数据呢 我们要经过一个pandline呢 做一种类型的处理 那么经过另外一个pandline呢 做另外一种类型的处理 我们也是可以定义多个pandline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 有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都会定义多个pandline 比如说一个pandline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处理 一个pandline呢 来进行数据的存储 对吧 我们先处理再存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可以一样定义多个pandline的 所以说什么时候可以定义多个pandline 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数据 我们通通都可以定义多个pandline 反正数据呢 是会通过一个pandline 到另外一个pandline 对不对 这个地方您能明白吗 那在pandline里面呢 大家只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processItem这个方法 是不能改成其他名字的 为什么不能改成其他名字呢 因为这个processItem这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方法 它能够接收 从爬虫 传递过来这样一个item 就是它能接收 那么其他地方是不能接收的 其他方法也是不能接收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方法 来接收这个item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spider 对不对 这个spider是什么呢 能猜到这个spider是什么吗 这是爬虫对不对 这是什么爬虫呢 我们刚刚讲 这三个爬虫 是不是都会把item传递过来呀 那这个spider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的partum呀 我们刚刚不是在这定义的那个partum 这里有第二个partum 这里有第三个partum 因为三个partum对不对 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里是不是有三个partum呀 他们把各自的item传递到 pipeline买出的时候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把他们自己也给传过来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地方的spider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spiders 这个p1文件下面定义的这样一个spider 这样的name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的spider 明白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spider它本身是有一个属性 叫name等于adcast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spider也是一样的 它也有个name等属性 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item 贴在一个次段 我们通过爬成本人的名字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这个spider呢 就是当前把这个数据传递过的 这样一个spider 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吗 对应的就是这个地方的spider 这种类型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由于spider它是有个name叫adcast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直接可以使用spider.name 来获取它name对应的值的 如果它是adcast的 我们怎么怎么办 如果它是adcast的 应该怎么办 如果它是gd应该怎么办 都是可以在processitem下面去定义的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吧 这个spider是什么 现在应该能够明白 对不对 那么这是关于前面的一部分内容 关于这样一个pipeline的一个介绍 好 好